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来自贵州的姑娘 她面对记者说了一句话 这段耻辱的历史让我无法快乐 一提到那个男人 我就恨不得剥了她的皮 27岁的贵州女子徐丽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充满了后悔 因为她已经被骗的是人才两空 贵州的女子徐丽 只身在温州打工 两个月之前父亲患了病 徐丽却没有钱资助 心里很是娇气 这件事徐丽无意之间就告诉了 工作之余 认识的朋友邹某 邹某是一拍胸口就向这个徐丽承诺说 要出一千一万五千元来帮助徐丽 可是邹某这时候的内心里却起了邪念 邹某约这个徐丽呢 到南昌来拿钱顺便玩几天 而这个玩的意思 徐丽呢其实也是心领神会 为了给父亲治病 徐丽还是硬着头皮 到了南昌来陪邹某 谁知道几天之后 这邹某不但没有给徐丽钱 竟然还玩起了失踪 人才两空的徐丽 只好报案 然而警方呢却说 这事啊是在双方自怨的情况下 发生的暂时无法立案 接下来呢 走投无路的徐丽 只好联系好友会来的路费 心碎的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来听听我们的各位网友是怎么说的 网友说了 一个没原则 一个是禽兽 还有网友说 姑娘请去住过的宾馆 查开房记录 然后把名字 身份证号发出来 帮你人肉 那个人渣 实在是太丢男人的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红尔子 咱们见证号